一个是分析过一性案件的警察局长 一个是看过一千部犯罪片的悬疑大师 这两个人针锋相对 谁的生存更大 大家好,我是老吴 今天给大家聊一下 我心中的满分翻拍神作《误杀》 这部电影在上映时我觉得十分惊艳 刚刚重刷之后发现很多细节 另外还有个隐藏结局 看完你心中肯定会有个大血的卧槽 故事开始 囚犯李卫杰正在和黄毛密谋越狱 李卫杰按照约定打开蹲坑 爬挂下水道进入运势车 最后被人推到监狱外面埋掉 他等李卫杰划开火柴 看到的却是黄毛的尸体 他惊声尖叫 黄毛死了就没人会救他 他被活埋了 镜头一转是李卫杰的讲故事 宋说很失望 花了这么大功夫 最后困死在里面 这是什么狗屁结局吗 这句话是重点 圈起来结尾要考 李卫杰是一家小网络公司的老板 专门给人搭建网络 他有一个贤惠的妻子 两个漂亮的女儿 生活虽然有些结局 但也安稳快乐 李卫杰非常喜欢看电影 特别是悬疑片 什么蒙太奇 唏嘘苛刻式的紧张 他都了如指掌 按照他的话来说 要是看过一千部以上的电影 你就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 压根没有任何离奇的事情 镜头一转 电影出现一个狠角 陈冲扮演的警察局长 拉温 他眼光刁钻 看人极准 两三分钟就可以破获一件 杀人悬案 他也有一个智利明言 仔细研究过一千个案子 你就会发现 这世界上压根就没有什么 离奇的案子 这句话是不是很熟悉 李卫杰和拉温 针尖对卖盲 他们两个针锋相对 故事必然很精彩 这天 大女儿平平 从学校拿回了一个申请书 申请参加学校夏令营活动 只有最优秀的学生 才有资格报名 活动机会很难得 但是费用很贵 李卫杰嘴上说的不舍得 晚上还是给女儿签了名 如果他知道 女儿即将遭遇的祸事 这个字 他铁定是不会签的 平平高高兴进来到夏令营 一个官人带立马盯上他 大金塔敲响 所有人都抬头望去 这个声音 就是整个事件的开始音 晚上官人带就对平平下手了 他给平平一杯水果酒 催促他喝下去 这一杯喝下去 后面要发生的事 就可想而知了 这个官人带叫素查 父亲的一员 母亲是警察局长 素查从小娇生惯养 做事毫无分寸 前两天 差点把别人的眼睛戳瞎 素查父亲 顾来就是一巴掌 拉温连忙护着 素查生气 撞开父亲 摔门而去 素查有火 就直接开车来找平平 打开手机 那是夏令营晚上的录像 他们给平平下了药 欺负了平平 并拍下视频 素查威胁平平 晚上10点到他家仓库碰头 不去就把视频曝光 让更多人看到他的身体 平平回到家 吓得浑身发抖 妈妈阿玉过来 询问平平是不是有事发生 平平不回答 死死地盯着闹钟 马上到10点了 平平入院来到后院仓库 素查以为阴谋得逞 和平平一起进屋 可忽然灯光一亮 阿玉也在这里 素查歹心不死 拿出录像 威胁母女两人 平平不愿意 那你就代替他 阿玉一巴掌扇过去 两边扭打起来 此时李卫杰正在外地出差 他给酒店修理完网络设备 晚上闲来无聊 取了钱 买了票 然后兴致勃勃地去看了场全赛 全赛异常激烈 可再激烈 都没有阿玉这边来的猛烈 一面是拳手相搏 一面是阿玉被打 交叉剪辑 让人感到切身的疼痛 平平想要打掉手机 结果一狼头 打倒了正在施暴的素查 阿玉去摸鼻西 已经断气了 这可怎么办 他们怕坐牢 不敢报警 阿玉思索了一会儿 直接把素查拖了出来 可途中一不小心 车翻了 尸体漏了出来 这一幕刚好被楼上的安安看到 管不了那么多了 阿玉一人把尸首 埋在了院里的墓地里 晚上李卫杰打电话 给家里报平安 可电话怎么打都打不通 他隐约感到有事发生 索性直接打车回家 回到家就看到老婆 正抱着女儿 蹲坐在床边 听完那事情的经过 李卫杰告诉阿玉 他们才是受害者 可现在也没有退路了 素查的母亲是警察局长 现在报警只有死路一条 那怎么办 李卫杰蹲在坟墓前抽烟 脑中闪现出一个个 经典犯罪悬疑的片段 一个完美犯罪 在心中自念而成 那一晚 他们所有人彻夜无眠 第二天一大早 李卫杰就出门 处理素查的手机和车钥匙 女儿平民忽然很害怕 李卫杰回声安慰道 是爸爸对不起你 没有保护好你们 从现在开始 爸爸不会再让你们受到伤害 素查的车就在家门外 李卫杰去开门 急过出发警报 这一幕正好被罪底的藏坤看到 这也为之后的案件走向 埋下伏笔 李卫杰开车离开 满大家寻找出路 是烧毁还是掩抹掉 他一路避开警察 又避开摄像头 来到一处工地 故意打开手机 伪装成手机 还在使用中的假象 然后把手机丢进路过的大卡车上 再把汽车开到一个 人际喊着的湖边 推车入湖 这时一个牧羊人经过 李卫杰赶紧躲起来 观察牧羊人的视线 镜头在牧羊人和湖面来回切换 让人看得极其紧张 这个就是经典的 唧嘘苛刻式的紧张 此时 蓝文还以为是儿子离家出走 他怎么也没想过 他的儿子会遭此报应 李卫杰回到家 安排家人做后续的准备 现在我们一家人 所有人都不认识宿查 宿查是谁 没听过 就算认识 也只有平平在夏令营见过一面 仅此而已 然后带着一家人 外出旅游去看全赛 看似是给家人放松 其实他早就做好了所有准备 在公交车上 他故意跟出票人搭话 聊太拳 故意和酒店的前台起了纠纷 又带家人去吃了甜点 一家人去看电影前台相守 全场都笑到前仰后合 只有小女儿安安融融其中 最后他们一起去看了泰拳 又故意打翻小贩的爆米花 在回来的车上 李卫杰一点的疲惫 他告诉阿玉 从现在开始 买所有的东西都要留下票据 这都会成为他们之后的证据 蓝文这边 他怎么也联系不上诉查 心里愈发焦虑 安排人手全程搜索 李卫杰一边要防着警察 一边还要正常生活 生意伙伴把他拉到新警察局的楼内 要他铺设网络线路 李卫杰看到地下的大坑出了神 完事后两人刚准备离开 丧昆突然窜出来 暴打生意伙伴 李卫杰犹豫了一下 一脚踹上去 丧昆哪受过这种屈辱 直接把枪 领导立马喝止 怎么 你还想开枪打他吗 丧昆气不过 一枪射杀旁边的山羊 蓝文这边 警方搜索出诉查的车辆 不过车内没人 他还不能确认 儿子是否遇害 警局全体开会 以失踪案调查诉查的下落 丧昆前来汇报 说在周末看到李卫杰开车离开 他们来问早餐他的老板 老板并不配合 领导部相信丧昆 失望离开 此时李卫杰正在家里 进行紧急培训 大声喝领两个女儿 让他们明白现在的处境 平平还好 可安安被逼问几次 都要哭了 看到安安的眼神 心都要碎了 李卫杰也心疼女儿 可警察可能比爸爸还凶 还会打爸爸 忽然安安问道 你他们会打得硬吗 就这一句 那点就止不住了 李卫杰队之后的事情 也没有信息 他们只能走一步 算一步 警局调查结果出来 诉查在失踪前 去过夏令营 而平平也在其中 这一项就坐实了 三昆的猜想 他们立马来调查平平 三昆对着平平一惊一炸 吓得平平心魂不定 他想起爸爸的话 警察为利用你的恐惧 得了证据 只要你不害怕 他们就没有办法 平平一连串的回答 让他们抓不到破绽 再接着警察直接开车来到家里 阿玉看到警察 魂都吓没了 还好李卫杰及时回来 掌控着局面 可阿玉太紧张了 一句话没说对就露馅了 诉查大笑 终于逮住你了 这是李卫杰沉思了一会儿 也笑了 一句话把破绽 原来回来 最后又把所有问题 塞给桑昆 大家都知道 我得罪过桑昆 所以我说什么 他都会说我撒谎 他告诉警察 诉查失踪的这两天 他们全家都在外地裸桶 有票据为证 如果不信 可以问路上遇到的那些人 他们每个人都可以作证 晚上 安安拿着叉子 在桌子上乱话 李卫杰告诉家人 警察还会再来找他们的 第二天 诉查故意在店里诉说案情 说警局现在有重大突破 诉查的车里 有一根别人的头发 正在振闷的李卫杰 不由得心里一颤 仔细旁听诉查的话 可他一抬头 对面的蓝温 正直勾的盯着他 这两个以前终于对上了 警察二话不说 直接逮捕李卫杰 无理无外仔细搜索 全家人都被拉近警局审问 这些他们都预演过 四个人可以各说各的 而且信息不能完全统一 在这个时候 只要没大错 不完美就是完美 另外 被审问的时候 不要试图去编导什么 就把自己经历过的正确的事情 讲一遍就可以 全赛 酒店 甜点 蓝温在外面死定了他们 完全抓不住丝毫破绽 连小女儿安安都诬陷可击 可蓝温就是不放手 一定有问题 他根据搜索到的线索 还有李卫杰的眼神 肯定是他没有错 此时外面民众聚集 大吵着警察乱抓好人 蓝温下令暂时放他们回去 不过要把他们这两天 碰过面的所有人都拉来盘问 阿玉从里面出来 松了口气 这一关终于过了 李卫杰回答他 才刚刚开始 再接着 警局叫来所有和李家有交集的人 询问他们2号3号两天 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可结果所有人都一致认定 他们这两天确实在外地 连监控里都有李卫杰的时间录像 蓝温一下子没了力气 他打电话给丈夫都鹏 可后者还在为竞选市场拉选票 打完电话 都鹏转头就是一个标准的竞选笑脸 果然 生活里最好的演员都不在演艺圈 现在手上依然没有任何证据 可拉温还是死咬着不放 要从头到尾调查这个李卫杰 他有什么嗜好 爱看电影 拉温直接下令 查他近一年来的观影记录 多次筛卷后 一部电影让拉温眼前一亮 蒙太奇 这部电影极致反转 我之前讲过 大家可以搜索来看 说一个母亲 把多年以前的罪犯的录音 通过蒙太奇剪辑手法 重演完美犯罪的故事 拉温忽然意识到 李卫杰他们没有撒谎 所以他们才没有任何破绽 他们确实去了外地裸桶 看了泰拳 只是时间不对 他们一押人三号去裸桶 只是为了填补二号的空白 记忆本身就是一个个片段 李卫杰就把这些片段 像电影一样 在别人脑中拼接起来 不断通过言语去强化他们的记忆 那么他们就会自动的信以为真 并且天衣无风 他们在不知不觉中 帮李卫杰做了假证 所以在二号的录像里头 大部分都是李卫杰艺人 却并不是他们全家 这么多的证词 还有监控视频 就算蓝文推理出一切 也拿他们没办法 这时视线又出现了转机 搜查的好友从国外回来 他的回来 立马爆出所有事情的起因 就是那个夏令营 就是那个录像 蓝文看到那个录像 他看到了希望 又深深的陷入绝望 这个视频不能传出去 他坐在那里 从悲伤到绝望 从后悔再到愤恨 这个镜头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李卫杰再次都被抓走了 邻居又跟着关心起来 生意伙伴想到李卫杰的话 如果他们再被抓 就打给都鹏的竞选对手的办公室 这会给警局施压 让他们放人 这次在警局 蓝文直接撕下脸皮 拿出手机录像 逼迫李家承认 阿姨弄不可遏 大骂蓝文混蛋 两个母亲对着镜头 看得人心如刀绞 蓝文直接破除底线 不管用什么方法 都要得到真相 警察局内直接公开动手 暴力逼宫 小女儿安安 受不了爸爸妈妈被打 哭诉着求蓝文不要再打了 蓝文终于找到了他们的突破口 他把小安安单独拉进屋里 让他们听着爸爸妈妈的惨叫 逼着他说出真相 再不说 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蓝文一声怒吼 恐怕大人都招架不住 小安安知道自己做错了 跟爸爸道歉 可李卫杰告诉他 是爸爸对不起你 警察压了李家 浩浩荡荡荡来到那片坟地 这里埋着的都是市民的家人 忽然他们找到了被动过的棺木 打开棺杆从里面抬出一个袋子 可打开却是那只被丧昆枪杀的羊 瞬间全场安静 所有人的眼中都是不可思议 李卫杰则站在那里 看着棺杆上的血液 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都鹏夫妇也被迫辞职 退出竞选 李卫杰一家终于安全了 在家里阿姨问丈夫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李卫杰回答 我是一个没有什么本事的男人 也没能让你们过得好一点 能做的只有挡在你们前面 在这里我泪目了 你们呢 一段时间过去 李卫杰来到寺院里膜拜 独朋夫妇找到李卫杰 以一个父母的姿态 想要寻求儿子的下落 这时大金塔再次响起 李卫杰给他们鞠了一躬 对他们 对素查 他自己也深怀见义 因为在他第一次打开棺杆的时候 他知道素查是被活埋的 回去后 李卫杰去警察局自首了 他承担了所有的罪责 对所有朋友都深感抱歉 再之后是李卫杰案件开审前的录像 所有人都对事件发表看法 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极有深意 当问到宋叔怎么看待李卫杰这个人的时候 宋叔的脸上露出熟悉又陌生的笑容 最后的彩蛋 电影又回到最初的地点 李卫杰站在监狱中 身上标识 200907 自此电影终于结束 我已经忍不住要说说里面的季节了 第一 片头越狱的结局 预示着素查的死法 他是被活埋的 第二 看一千步悬疑片 真就成了悬疑高手吗 怎么可能 如果这样 那在座的各位就都是少年保兴天了 看了多你还得有足够聪明 这样才能对抗破获一千个案子的拉温 第三 拉温破获第一件悬案的时候 推理神速 眼光精准 但是在最后却用了假证据 电影还给了一个特写 而他在最后想要出破李卫杰的时候 缺的恰恰就是证据 也就是他儿子的尸首 人物的习惯暗示案件结局 这点确实高 第四 很多人说安安和李卫杰 是知道素查被活埋的 理由是安安有一次 拿着茶子在桌上乱话 这就暗示他听到过素查 指甲抠木板的声音 我认为这个说法相当不合理 地下三尺抠木头 多大的声响 才能让楼上的安安听到 如果这个声音能够传到外面 那素查喊叫救命 岂不是更好 不过李卫杰 是有可能知道素查被活埋的 这里有两个线索 第一 他知道人在晕厥状态 会有吞舌的窒息假象的 第二 就是结尾 他跟都鹏夫妇的道歉 第一次素查伤害女儿 他没机会阻止 但他必须阻止家人 因他而再次受到伤害 这个再次伤害 很可能就是指 救活素查后 他的家人遭受素查家的报复 所以当素查被埋向的那一刻开始 他就必须要死在里面 第五 就是关于李卫杰去自首这个问题 很多人因为这个完美的结局 而打了低分 而我却认为 这个结局是加分项 影片中 李卫杰全面都在护着自己的两个女儿 对女儿的保护和教育 是他身为父亲最看重的东西 所以自首 可能是他最好的选择 电影最后也解释了 平平和阿玉在开审前相继自首 把案件全程复原 就会发现 他们三个人全都是误杀 没有一个是重罪 自首是他们最好的结局 另外 夏令营的时候 大金塔钟声响起 在结尾的时候 大金塔再次响起 一次是素查 一次是李卫杰 大金塔也称忏悔之塔 也是暗示了李卫杰自首的结局 第六 素查最后到底被埋到哪了 这个答案很简单 还记得生意伙伴 让李卫杰去新警察局 铺设线路吗 李卫杰看着那个大坑出神 这里就是他藏匿尸体的 最佳地址 片尾有报道说 素查的尸体位置不变透露 那这个地点 就只可能是新警察的地底下 最最后 就是我个人理解的第二个结局了 电影开头 李卫杰讲完故事后 送出一脸的失望 这算什么狗屁结局 一点都不精彩 那么如果说 整部电影 都是李卫杰讲的一个故事 而他本身 就是一直在监狱中 从未有个老婆孩子 那么这样的故事 精不精彩呢 这样分析的理由很简单 因为他一开始 身上的9号是200907 最后结局的9号 也是200907 开头和结尾都是真实的 中间的部分 全都是蒙太奇 这样想 这部电影 会不会更加有意思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关注无聊电影 聊更多好看的电影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